Steven Banks来自美国 他的绰号 空夫熊猫 身高1.96 写业战绩23胜4负 24KO对手 他是WBC超重量级的冠军 曾经在K1 Glory Battle Corps Uber Combat 等等世界顶级联盟作战 上一场比赛当中的 战胜中国的前期冠军 阿查提 他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 与其身心皮肤相处的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 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 至四十分钟 武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993200 这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昆仑杰的这海上 新章解说 松手陈沛 我是昆仑杰的宋一杰 我是昆仑杰 乔伯 双方一上来 修鹏城 倒是想先发之人 先下手位枪才行 因为对方的战役显克 体重要比修鹏城 重二十公斤以上 这个修鹏城的身材 看起来很不错 大重量 肌肉线条这么好 修鹏城是一名重炮型的选手 善于使用连续的重拳 刚刚也是给功夫熊猫 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连续的后手拳 来自于修鹏城 功夫熊猫现在显然 是非常的被动 但是这个功夫熊猫 给人经常给人误解 觉得他好像一身的肉 不够坚实 但实际上的重拳也很重 特别是他的高扫踢经常让人防不胜防 我看到修鹏城连续的这种拳法 而且角度都非常刁钻 都是穿透了功夫熊猫的防守 现在修鹏城打得很主动 很主动接着打 跟这功夫熊猫打 你就要把速度看打出来 你年轻气生速度比较快 因为你毕竟要比对方轻二十多公斤的 移动速度肯定要比较快得多 而且年轻 要用自己的节奏打 对 除了你牵法之外 还要用你的推法 对 你就用你的高扁腿上头动作 是吧 因为对方毕竟那么重 他移动慢 你把速度感打起来 全打完之后 还要用推法 还用推法 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 功夫熊猫是立刻 中国的拳击冠军阿斯哈迪 说明他对防守这种拳法 还是有自己非常独到的一套体系的 但是这场比赛看来 修鹏城的重拳 确实让功夫熊猫有些吃不消了 所以中国散打运 有中国散打运的特点 你像修鹏城 他练反打的 他就移动速度快 年轻嘛 移动速度快 这是他特点点 你别看功夫熊猫 体重比他重20公斤 他现在功夫熊猫 全马还没发挥出来 重拳没打出来 打出来的话 修鹏城就要撑不住了 现在第一局看 修鹏城打的很主动 对 你就要移动 让对方 非常重的独手拳打 有危险 这是个尖守三 但稍微主动了一点 是啊 你看那拳 看了没有 看了没有 修鹏城这皮呢 鼻子已经出血了 对 一定要控制 不要在这重拳打出来 在称重的时候 后悟熊猫的体重 大概是140多公斤 所以这一拳 整个体重压上去 可以说力量可想而知 所以这个重量级 这个拳手的比赛 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就是由于一拳打中 就改变局变了 非常经常把对手勾倒 对 但今天好像他的这个腿法没有体现出来 确实修鹏城的 因为修鹏城的 打成自己的节奏了 一动移动出头快 可以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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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漂亮 这个强套了 谁能能想到 我估计他能站起来吗 他能站起来吗 这个自动也被击打了 要结束了 结束了 结束了 一战成名 肖宝胜一战成名在昆仑局 他居然 击KO了 打了比赛超重量级的冠军 功夫熊猫 而且这场比赛 肖宝胜还证明了一点 中国的大级别 中国的大级别也是 有希望的 肩背了速度与力量 而且还有中国散打独有的这种快速的节奏 肖宝胜今天都打出了大级别的这种威风 谁都不会想到 谁都不会想到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肖宝胜的胜利 让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了 一系列肖宝胜和昆仑局的重量级的 一系列明星的对决 东方局炮安德雷 还有幻小子罗曼等等一系列对决 相信肖宝胜面对于内线的高手 也会有出色的